这颗蛋当时是因为全国的球迷向中央政府表示 我们需要有一颗真正的巨蛋 那时候第一颗的巨蛋 当然选在最有能力盖出来的台北市 最有市场台北市 为了这个蛋 国有财产局还把最精华的地 松山烟厂里面的这块地 那本来是国有地 换给台北市政府来办这个事情 那个地幕叫做体育园区 上面要盖的房子叫做巨蛋棒球场 如果你今天变成文室 变成生态园区 这个知识体大 照理说是应该可以撤销 这原来的换地的这些相关的一个许可 你跟人家征收土地 说要盖学校结果盖成戏院 可以吗 要解除真正的环地 所以这个巨蛋我要跟各位讲 只是盖在台北市的巨蛋 不是台北市自己的巨蛋而已 它存在的是全国的球迷 全国的喜欢运动 需要室内大型场馆的朋友的一个希望 只是盖在台北市 由台北市政府来执行 现在不能由台北市 由政治的操作 随便为了拆自己身上的炸弹 把整个蛋给拆掉 或者是改成非棒球以及非体育使用 这个是开玩笑 现在已经丢脸丢到全世界了 第一个经典棒球赛 去年署长应该记得 当时的MLB 美国的职棒的副总裁 他特别在7月多的时候在讲说 希望你们巨蛋赶快办 赶快盖好 因为2017年的经典赛 我们很希望在这么好的场地举办 美国MLB讲的 日本的职棒也一直希望我们赶快弄 我们可以在亚洲职棒大赛 可以在这边办 所以这些单位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设计 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刚刚王小玉委员讲的是 根本就不能打棒球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当初这个合约社区就有问题了 根本就应该完全的解约了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署长部长你们要盯这个事情 不要认为这个是台北市自己的事情 这牺牲的是所有我们台湾球迷的希望 还有我们所有台湾能够办理 可以荣耀台湾的所有国际重大活动 的一个机会也就没有了 不是台北市自己的事情 我再强调一次 拜托你们两个 你们两位 虽然还有时间 没有多少的时间 也许你们在各个岗位 你们要交代下去 这个要列入移交 你们体育署跟教育部要管定了 不能说让台北市自己去处理 好不好 我们署长是常任文官 他会继续坚持对体育的推动 好 谢谢署长 拜托你 我刚才这样讲够清楚了 如果他乱搞 搞成什么温室感是什么 你可能要考虑要收回来了 好 请你下来一下 我只讲一点克刚的事情 是 那我非常不喜欢 过去我们这几年 政党轮替三次了 这中间 每次只要有政党轮替 就有克刚在那边动 动的结果就造成动荡 那去年当然是非常严重 前年 但是 我翻开以前的做法 也没有多高明 民国95年 杜振胜 在微调 那个不叫微调 站刚的时候 他一样啊 立法院 立法委员 教育委员会叫他来 他说 我要开一个什么军训会议 请假 然后还表明说 绝对不宜 暂缓 因为会影响 这个原来的克刚的实施 然后 他的次长 周灿德先生 他说对于立法院要求暂缓实施 他说暗难照办 你看 这个完全跟现在状况一模一样 我觉得部长 你还处理的比较好 你至少还有什么呢 我知道你有一个三个条件 新旧版本并行 新旧版本争议考题不列入考试 还有即刻进行相关的检讨 我觉得你至少 我觉得处理起来 是比以前稍微妥当 但是今天的这个法律提案 我个人也要稍微做一点表态 两个部分 一个克刚版本的问题 我认为我赞成 由民间的版本 也可以进来让大家讨论 因为这个是很好 第二件事情 课审会要怎么组成 这个蛮复杂的 但是我认为 只要公平公正公开 这个是 希望大家以后就照这个制度 拜托 我也希望520新上任的蔡英文政府 不要又急着又要大修课纲 拜托好不好 我们课纲除了历史国文 还有什么 一堆嘛 我们台湾现在最严重的是 我们的学生竞争力不够啊 那显然你的克刚 跟我们现在外面需要的 能力是差很多嘛 这一方面 你应该广邀所有的产业 不要你们教育部 你们教育部是一个幕僚单位 你不要以为 你们懂全部的事情 你要让所有的科学的 法律的 公民团体的各个力量进来 交出我们真正有竞争力的学生 这个才是克刚最重要的地方 好不好 是 107科刚总共有44本 其实我们都非常专业的在研修 是 以上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部长 好 接下来请 请高金素媒委员咨询 谢谢 谢谢主席 有请部长 是 委员长 部长你好 其实我在立法院用武党籍的身份 已经连任了五次 是 那么这五次当中 刚刚包括吴委员所提到的 从教育部 从杜正胜做教育部长到现在 换了历次的部长 我就眼睁睁在这边 看到非常多的事件的发生 当然这一次的克刚 引起这么大的社会的动荡 我觉得真是不值得 那我在这里呢 我必须要提出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针对克刚的争议 本席要严正地表示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有课程 审议委员会来审克刚 过去因为克刚的争议 这个克刚被说成所谓的黑箱克刚 那么今天我们却还在讨论 这个黑箱克刚里面 应该要换哪些人 继续在黑箱里面来审议克刚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正常的国家 是用政府的力量 来去订定克刚 只有法西斯的国家 才会用政府的力量 来做这个克刚 所以在这边我要提醒在场的 我们所有的委员们 其实我觉得克刚 就如刚刚部长所讲的 应该由大家去讨论嘛 不需要有教育部嘛 刚刚科委员的所谓的咨询 然后你说的一段话 其实本席也非常的赞同 教育就回归到教育的本质 至于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让社会大众去说 让专家去说 我提几个例子 部长你认为 日本殖民时期 应该称为日志还是日剧 我认为应该称为日剧 对原住民的史观而言 从1895年到1920年之间 日军对我们发动了138次的战役 原住民总共死了7000人 占我们原住民当时的人口的12分之一 看看这些照片 这些都记载在当时的 台湾总督府的日志里面 也就是说 这些杀人凶手的日记里面 所记载的这些都是 血迹斑斑的历史文件 看到这些 这些照片 当然是用日剧啊 怎么会用日志呢 日剧代表的是 用武力占据 这个就是武力 日志代表的是合理自治 所以如果我们说是日志的话 原住民的166万公顷的土地 就永远拿不回来了 因为它是合理自治 那么我们如果也承认 所谓的日志的话 那么捍卫土地 而被我们日军杀害的 7000多个原住民同胞 我们的公道永远也要不回来 所以我很高兴刚刚听到 这个部长 您终于可以说 那是日志不是日志 那我必须要在 这里也提醒我们汉族的同胞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 有数十次的日军清乡 杀了我们数十万的汉族同胞 如果用日志的话 那就是合法杀掉咯 我不想我不相信 我也不晓得我们汉族同胞 你们要不要想要回到 要不要要回这个历史的 这个这个所谓的公道 所以我认为 其实百年仇恨 公道不见得是要的回来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 这段史实 这个就是史观的重要性嘛 是不是 那我再讲几个故事 那么对于针对课纲的内容 我们应该要做的是 自己的历史 自己写 我不好意思麻烦 帮我换一下下面好不好 这就是当时的 这个日本总督府 再下一个 我已经跳过了很多了 对 好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本习要建议教育部 我们今天的课纲 应该是要自己的历史 自己写 今天就算是由我们的课审会来审查课纲 这些由上而下制定的课纲 是不是会符合所谓的族群 或者是在地的需求呢 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什么叫做自己的历史 自己写 我举一个例子 文化部近来就开办了 所谓的七年春落文化行动计划 他们透过这样子的计划 让地方的年轻人 能够进行文化传承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跟地方的勤劳 我们一块的结合 教育体系在地方的学校 课程里面的乡土教学 其实我们就可以学啦 就可以教啦 然后我们要加重这些的课程嘛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台东北南族的卡地步部落的青年学生属旗文化营的教育营 我们再翻下一张 老人带着年轻人一块在大树底下 告诉我们原住民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再下一步 这个也是 再来下一张 这一张呢是台东排完族大后部落的部落族族的寻根 我们再看下一张 老人家透过这样子的寻根 告诉我们原住民 我们的部落是如何的迁移 我们的部落是如何在日剧时代 殖民时代的时候把我们迁走 然后在现场 把我们的歌 把我们原住民的族语 文化 历史的 通通由老人家 透过在地的学习 暑假 是我们原住民部落 风年纪的旺季 那么风年纪的前后我们各部落都会到部落里面去办寻根回动 或者回到旧旨的部落遗址 所以我要讲的是 原住民我们有一代一代的传承 我们没有历史课纲啊 我们也没有历史课本啊 但是我们就靠着这样子的传承 把我们曾经断的 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链 把它链起来 传承是使命 是责任 也是我们兵临变面族的时候 我们原住民族所激发的求生意志 所以其实呢 当时我们看到这边炒的课刚沸沸扬扬 看到孩子推爸爸妈妈 看到我们的孩子是如何对着师长 对着部长您 用这样的态度 其实对原住民我们的眼光看 我们非常的心痛啊 原住民的孩子从来不会推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有部落的伦理 原住民的孩子也绝对不会跟部落的齐老跟长老 我们有不礼貌的对话 所以我们的教育是不是 出了差错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课刚的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要静下心来 当我们做非常多的错误的示范时候 其实正是做最坏的教育示范 给我们现在的青年学子 那么基于这样子 其实呢我今天有几个临时提案 第一个提案的是 避免我们课刚争议 或者是黑箱的这个情况开始发生 我要请教育部 也就是部长您要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们针对历年来课刚的调整的内容 我们必须提出对照表 因为大家好像认为 只有部长您认内的时候 我们课刚才有问题 其实历任都有问题呀 历任都有问题呀 本席在这边第一五届了 从杜正盛开始就有 为什么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反弹呢 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 到底是有什么因素 所以本席在这边要求部长 您要下台之前 还给大家公道 也就是吴委员刚刚讲的 把政治的黑手通通拿掉 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任何一个历史课纲 不是谁执政最大声就可以来解释 那第二个我的要讲的问题就是 今天主席来提到的这个 第 国民教育法 增定第四条之一的部分 我非常的认同 那么在这边呢 我也希望就是 当我们这个法还没有通过之前 我也要求教育部部长 你能够行文给我们的各 直辖县市政府 如果他目前已经要裁病校的 请他赶快先停止 否则裁病校完毕了之后 我们就不能够再恢复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 今天的临时提案 那么再来就是 我不知道 今天我们的所谓 微调课纲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会不会通过 或者我们都知道 现在民进党的委员比较多 多 比较时事比较多 如果真的是要把这个 课纲委员会把它成立的话 那么我认为也要摆到 原住民的部分 我们要请原民会也加进来 要不然的话 原住民在我们的历史史观里面 是完全没有 所以本席的建议 其实我忠心的建议是 我们根本不要有 这个课纲审议委员会 我刚刚在强调 政府不应该用手 来介入我们所谓的课纲 这些东西是 法西斯国家才有的 如果台湾 中华民国政府 还算是一个民主自由 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的话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我想在这边 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让在场的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好好思考一下 政治的手应该拿走了 我们把教育回归成教育 我想现在不少学术的论调 论文在网路上 这么发达的东西去 或者是任何一个老师 他都可以教 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委员 刚刚讲到我们当时的历史课本 课纲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现在我们的所谓的思想 也没有被一并啊 我们还是多元啊 我们各自都能够选择 我认为是对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不是大家不要破这样的例子 中华民国应该回归到 真正的国家 而不是每次都有政治的事件发生 那我认为教育部是最重要的 谢谢 好 谢谢高晋委员 谢谢吴部长 好 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咨询 好 谢谢 主席又请部长 好 谢谢吴部长 委员长 部长 今天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到立法院 是 应该是 所以大家都很珍惜 虽然主席把今天的时间把它缩短了一点 可是大家都还是要寻答 说实在的 谈到课纲 我基本上我也是赞成 甚至的时候不要进入课纲 学校的回到教育的本质 传业受到绝惑 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逻辑观念 探索真相 而不是做一个思想的前置 我想基本上 教育部 不管是现在也好 未来也好 要修订课纲也好 要怎么样子 都应该要朝着这方面去做 那可是呢 这个除了这个课章本身的内容之外 还有一个将来就是为了面临到 课纲的执行面 那107课纲 准备好了吗 107课纲我们现在积极都在研修 相关的配套也都积极在推动 我们相信如果课审会可以顺利审查通过的话 107应该就可以如期的上路 我刚刚讲过 课纲的内容 我今天不谈 107课纲实施的时候 相关的配套 真的相关的配套做好了没有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107课纲里面 有增加了一些跨领域的课程 有增加一些 这种选修的课程 对不对 跨领域的课程是现在非常必要的 那可是呢 跨领域的老师的师资够不够 跨领域的老师够不够 对不对 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推动城市设计 从小学 从幼稚园开始 就要启发它的逻辑推演 那这个城市设计 如果我们在台湾要推动的话 有没有办法 其实城市设计有很多种教学的模式 有的是非常像游戏的 它其实是在小学 就是幼稚园都可以去进行 当然全面的去培养师资 这个是我目前在积极推动的工作的重点 所以我们跨领域教学里面 有没有有关城市设计方面 城市设计其实已经列入 我们的必选修课程了 从小学国中到高中 尤其在国中阶段 现在已经开始了吗 就107课纲 107课纲嘛 所以现在还没有课程 可是这些师资 这些老师够吗 是 我们现在就是积极在培养 目前当然是还不足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在逐年的培养 我们希望在107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增加选修课 我们要增加跨领域的课程 我们要增加城市设计的部分 我们要增加多少老师 具体的数字 在高中阶段应该在千名左右 国中呢 在国中高中应该在千名左右 不过我们现在希望全面地在做在职进修 因为有很多老师 他其实本来有一些理工理化的背景 他其实是很容易来学习这个城市设计 然后他可以转到课程 而且我们现在强调跨领域的专业学习 所以怎么样做一个整合性的教学 我们目前还是以那个限职转任为优先 就是他本来的其他的科学的老师 然后经过训练以后让他可以转过来 你没有问过高中老师 你没有问过国中老师 现在目前的教育环境 老师够不够 经费够不够 那老师绝对告诉你不够 要增加很多的老师 这些老师从哪里来 这个部分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跟委员报告 虽然我马上要卸任 不过我们因为去年争取到 一个教育经费的增加 我们目前有在提一个 国中国小合理化原额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可能要花到二十几亿 那如果新的部长也可以继续支持的话 那应该就可以把这些原额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 这个一百多亿的机费也是我的提案 是 谢谢委员当时的支持 本来我是要增加一个百分点 现在后来 增加零点五 协调以后变得零点五 那我们希望这一百多亿来得之不易 要珍惜的使用 真正花在教学上面 是 当然 因为以现在来讲 十二年国教 一百零五年的经费多少钱 抱歉 数字我不记得 三百三十九亿嘛 三百 三百三十九亿 你开始用什么基础算了 是 三百三十九亿 是 那其中高中值免学费占多少 抱歉 那个今天因为没有带数字来 可能委员比我更清楚 一百六十二亿 一百六十二亿 是 一半的 是 一半用在高中值的免学费 是 五年 五岁的孩子们免学费呢 有没有算进去 可能四五十 对不对 七十一亿 学前教育 五岁的孩子免学费 是 扣掉以后 真正用在这个精进课程 跟接任老师的补贴 有多少钱 十二年过教 是 部长 真正用在经进课程 和接任老师的课程的补贴 只有一点五亿 是 一点五亿够吗 绝对不够 是 对不对 那如果再加上一百 以现在来讲 只有一点五亿 就已经不够了 加上107课纲 跨领域的 选修的 你刚才讲 至少有二十亿 至少二十亿是低估了 绝对不止二十亿 钱从哪里来 就是刚才跟委员报告 就增加的那笔里面 所以这个将来 优先来支持 教育部是怎么分配这一百多亿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可是如果你107年 107课纲 你要如期实施的话 你这个必须要马上来处理 必须要马上解决 是 对不对 所以 现在 还有高中跟大学的衔接 是 有衔接吗 目前就是考招联动的小组 其实持续都在讨论 那他们在六月底的时候 应该会宣布一个方案 那来做这个 107课纲以后的 这个高中跟大学的考试的衔接 107课纲实施以后 所有的高中职跟大学 都有衔接吗 理论上应该要做到 全部要衔接 但是我们要持续努力 做这件事情 可能吗 那应该是一个 要努力的方向 而且应该要做到才对 现在有在做吗 现在有在做 其实方案应该在六月下旬 就可以提出来了 部长 部长 我有问过一些校长 我有问过的老师 都很担心这个事 是我了解 闲不起来 也接不起来 高中职跟大学 很多高中职 想要跟大学衔接 大学不要这个高中职 很多高中 大学想要跟这个高中职衔接 这个大学 高中职也不要 跟这个大学衔接 想要衔接的 不肯衔接 不想要衔接的 反而过来 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 对不对 可是衔接有没有必要性 衔接是有必要性的 是 我记得我以前 咨询的时候也讲过一次 是 木炸高工 是 对不对 跟建交合作 是 将来 毕业的时候 你要进入这家工厂 公司 保证薪资 保证进去 是 就是专门开一班 为这个公司来建交合作 有业师授课 授课 学习技术 可是学生要不要 学生不要 是 后来怎么办 找到北科大 跟他衔接 爆满 还要抽签 所以对于 很多的 尤其是 技术体系的学校 衔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 可是事实上来讲 我问过很多 技术体系的人 他们说 要跟大学衔接 是非常高难度的 是 现在只有几个 明星学校 跟大学衔接 有可能 是 一般的 都不可能 一般中等的高职 你说要跟大学去衔接 大学都不愿意 可是你讲 建中北一旅 台中一中 高雄一中 你要衔接 大学都接受 为什么 我想 就是让这个 大学都想要 这些明星学校的好学生 是 对不对 中等的他都不要 我不愿意让这些学生 占了我 占了我学校的名额 所以这个观念 不改变的话 你高中职衔接 怎么衔接法呢 你将来怎么推动呢 当然 这个是未来 教育部要做的事 你 520以后 也不在教育部了 可是 你刚才讲的 你是政务官 可是还有教育部 还有很多事务官 我们这些事务官 你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讲到12年国教 入学的方案 超额比序也好 这个三等地 四标识 十等 那个 大家多 家长多疼痛 可是讲到 跨领域教学 讲到 这个 鞋接 想到 这个选修课程 下长老师在 头痛 没有钱 没有人 所以这个部分 教育部 要在 这一段时间 赶快 好好的准备 否则你107 科纲 上路的时候 绝对会发生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希望教育部 不要因为部长的更换 而把这个事情疏忽掉 希望把它列入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未来107科纲 能不能顺利推动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经费跟人 跟老师 谢谢 是 谢谢委员的提醒 我想我们国教组会 努力来做 好 谢谢 谢谢蒋委员 接下来请何欣存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我们请吴部长 好 请吴部长 是委员找 部长好 今天是您最后一次 来立法院备巡 那我刚刚也 听了您对教育的坚持跟理念 我也只能说尊重 那也要说一句 当然这一年多来 您在担任教育部长的 这个位置上也辛苦了 面对这个客纲微调的争议 这个辛苦呢 是一方面 您可能自己内心心有起起焉 但是呢 这另外一方面的辛苦 是在于 我们反对客纲微调的 这些学生们 家长们 他在面对教育部处理 客纲争议的这一连串的过程里面 他们也很辛苦 他们也很可怜 而这个争议呢 我想事实摆在眼前 部长呢 虽然您要走了 您要离职了 离开这个位置 但是我相信这个争议会跟着你一辈子 就如同刚刚有其他委员说 维基百科里面 这个争议一直跟着你 一直跟着你 那我今天必须讲 刚刚您所阐述的 对客纲的理念 对客纲的坚持 我不知道您 有没有清楚 完整的了解 这个客纲微调的争议 在上一任 蒋伟宁讲 部长的时代 就是因为 他完全违反 完全违反了 你刚刚所坚持的 对客纲的理念跟价值 跟立场 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争议 你刚刚说 回答其他的委员 你认为政治不应该介入客纲审议 你也认为即使是教育部部长 也不应该介入 刚刚你有说是不是 是 那您知不知道 这一次引起客纲微调争议的 最大的一个症结点 跟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检核小组的成立 史无前例 过去的客纲要审议 要调整 从来没有一个审核小组的存在 检核小组对不起 检核小组的存在 而是在蒋伟宁部长的手上 第一次批准了检核小组的 这样的一份名单 让他可以介入客纲微调 那您认为蒋伟宁部长 有没有介入 我想过去的事情我不了解 现在你可以说你不了解 但事实摆在眼前发生过的事情 大家可以做真相调查 你也要说真相调查委员会吗 可以从88年调查起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 部长不要逼左右而言他 我没有逼左右而言他 我刚刚就问你嘛 蒋伟宁部长他 牵准的这个检核小组 这个黑机关的存在 您刚刚说的嘛 有没有违反你对客纲的一个基本价值 跟立场跟理念 我对过去的细节确实是不了解 我也没有去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你现在一言一句话 就把这个整个责任都撇开了 原来吴思华部长呢 不承认不清楚蒋伟宁部长时代所做的事 可是蒋伟宁部长时代 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才引起后续的所谓的学生反对 课纲微调 部长你怎么可以说你不清楚 不知道不了解呢 但是我也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从行政观点来看 这整个调查 整个过程监察院做过调查 我们必须要尊重监察院的调查的结论 这也是我的责任 尊重监察院的调查 没关系监察院的调查 可受社会公平 当然 可是这一次我刚刚跟你问的问题是 您的对客纲的理念 价值跟立场 你认为即使连教育部部长 都不应该介入 是 那我就要问 蒋伟宁部长到底算不算介入 我至少在我的任内 我用这样子的原则跟想法 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部长你现在 即使到现在 也就是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过去的事情要 蒋伟宁部长就是直接伸手介入 所以成立了检核小组 去介入了克纲的一个审议的过程 跟调整的过程嘛 才会造成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嘛 你刚刚的理念 你刚刚的价值 你刚刚的立场 就完全就是打脸 蒋伟宁嘛 打脸 马英九用政治的黑手深入嘛 那你今天呢 既然要坚持你对克纲的价值立场 跟理念 那应该 光明正大的 就直接跟马英九 我直接跟蒋伟宁部长说 No嘛 你们错了 你们做错了 才有这一次的争议 你是来收烂摊子的 即使520 即将到来 你即将卸任 你还是有这么一次 今天的机会 可以告诉我们 为了坚持 为了秉持你的理念跟立场 你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啊 政治离开 克纲 的审议过程 我们今天要来谈修法 为什么要谈修法 因为我们就希望 就如同刚刚其他委员所讲的 以后的克纲的审议 以后克纲的调整 不受任何政治力 不受任何政党 不管谁来当总统 不管谁来当教育部部长 都不应该介入克纲的调整的过程 或是审议的过程 这个就是今天修法的最主要 也是符合你刚刚讲的啊 政治应该离开克纲的审议 所有的包括即使连教育部部长 都不应该介入 就如同你说的啊 你坚持的教育的 对克纲的这样子的理念 跟立场跟价值不是吗 是啊 谢谢委员 对我想法的支持 所以我是建议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 回归到教育的专业来处理 克纲就好 回归教育的专业 克纲的审议 而是希望呢 透过外界社会公正人士 甚至学者专家 大家可以多元化的 有正当性的来参与整个克纲 刚刚有其他委员也支持嘛 我们也欢迎民间团体 民间的克班的 克纲的草案 甚至克纲的坚持 克纲的理念 通通可以来参与整个 审议的过程跟调整的过程 我们希望修法师做到这样子的公开 透明跟多元化嘛 包括行政院院长张善政 在回答说 对于克纲要不要撤 你记得张院长讲什么吗 尊重 只要立法院决议通过 行政院就会尊重 你认为这里的尊重是什么意思 尊重就是把这个意见 带回到克审会做专业的讨论 哇 我们吴思华部长呢 如此的延伸啊 来阐释的行政院院长 我亲自问过张院长的意见 张院长同意我的想法 张院长同意你的想法 可是呢张院长在立法院 回答的跟媒体回答的 却不是这个样子 原来吴思华部长 可以修正行政院院长的说话 我没有修正 我只是 你延伸阐述嘛 张善政院长说 只要立法院决议通过 行政院就会尊重 以这两句话来讲 不知道是我的中文造语不好还是怎么样啦 我们也可以请中文专家 学者来阐述一下 只要立法院决议通过 行政院就会尊重 这样是什么一个话语啊 怎么会有吴思华部长 可以把张善政院长的话 还可以解释说 只要立法院决议通过 行政院就会尊重 院长这里的尊重是说呢 尊重专业 回归到课審会来 审议 原来这后面这一段话 不是 我是说 院长对于大院的决议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我没有按照我的逻辑 我只是说这一句话 张善政说 只要立法院决议通过 行政院就会尊重 而这个尊重 经过你吴思华部长的阐述 原来绕了一圈 又回到争议的起点 争议的开端 而且呢 立法院在4月29号 通过了之后 我们教育部的尊重 原来就是马上发新闻稿来反击 如果按照你的说法 院长或者是部长 直接来撤销客纲 他就是对于客纲专业的极度不专注 部长我问你嘛 立法院在院会决议通过了之后 教育部马上发一纸新闻稿 有没有发 有发嘛 马上发了新闻稿来反击嘛 对不对 不是反击 我们是说明那个 什么叫做客纲 客纲应该如何修 他才符合教育的专业 部长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争辩 因为再跟你辩 你也是最后一次来立法院的 是不是 我只是要跟您说 跟所有教育部的所有的同仁说 我们教育部真的不要自以为是 至于现在自己的思考逻辑里面 永远不接受外界的指证 外界的意见 自己可以这样子的无限延伸的一个阐释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深不以为然 连部长都可以打脸行政院 张善政 我们没有打脸 您不应该这样延伸 我们教育部和行政院都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你可以延伸 而且不受社会公平 而且呢 不管外界的意见嘛 部长 最后一次了啦 我觉得 要留下漂亮的身影啦 真的 您刚刚一开始的教育理念 我也满肯定的啦 但是这最后一个漂亮的身影 真的 不要这么顽固 也不要这样子 不尊重立法院 我如果宣布撤销 我就完全推翻了我自己的理念了 好 谢谢何委员 何委 何委 好 谢谢 来 接下来 直询是黄国书趙伟 好 谢谢主席 请吴部长 来 部长请 部长 社委委员好 这个客纲的争议这么久啊 我看终于要大事底定了 是 不过你今天 来 社委员好 在教育文化委员会背询啊 看你的态度 依然一样啊 你曲解了张善政院长啊 尊重立法院表决的结果 是 你说尊重啊 就是带回去 客审委员会里头 是 再给大家参考 是 那这有表决跟没表决不是都一样吗 对实责而言有什么一样 我看你是曲解了 这个张善政院长的意思喔 而且你今天啦 我想院长一定不会干涉客审会的专业讨论 好啦 没关系啦 反正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 黑箱客纲 这一路走来 结果 最后一次你在 钓鱼文化委员会背询 还 要我们 立法院来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我看你的这个说法 好像你想要在这个九局下半啊 你还想要跟王建民一样 有逆转胜的机会 你以为还有这个机会吗 九局下半了 现在良好球了 你还想要有逆转胜 所以委员关心这件事情 我就建议说 那大家把事情可以弄清楚嘛 部长 没机会了啦 不要妄想了啦 不要想跟王建民一样 你没有那个机会了啦 好 然后 我们都同意啊 部长 我们两个人的政治立场 或许不一样 史观 或许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责任 我们必须在克刚就史观的呈现 要就事实的部分 要能够很具体的呈现 过去其实政府做的很不够啊 我这样问你 我们每一年 特别是去年啦 我们中央政府还办了 对日抗战胜利的纪念活动 花了好多钱 我就想要问啦 在你的理解 对日抗战的胜利 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史观吗 我想问 我这样问好了 就你的理解 台湾有没有参加抗日战争 有没有 中华民国有参加抗日战争 中华民国啊 对啊 那台湾有没有 台湾有没有 台湾有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真好笑 你这样出去给人家讲 真的是被人家笑掉大牙 部长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台湾 不只没有参加抗日战争 而且还是抗日战争的受害者 我给你看这张照片 我刚也去找历史照片来看 这个是哪里 这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府吧 部长 是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府 对 是 现在 现在是 这张照片是1945年中战前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做什么呢 当时叫做台湾总督府 被二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时候 的盟军轟炸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前身 台湾总督府 这张照片 就是1945年5月31 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531台北大空袭 这张照片告诉我们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政府的盟军打台湾 那你跟我们讲说台湾 有参加抗日战争 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那中华民国怎么会来打台湾呢 这个就是历史 我给你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就是当时盟军所发动的太平洋战争 攻击台湾 你知道死亡多少人吗 这你的教科书有写吗 我跟你说 这个攻击台湾死亡了5582人 其中的日本人 日本人 你们所说的对是抗争 日本人才死亡518人 不到十分之一 十分之九死的都是台湾人 好 毁损的民宅总共有46318栋 这个比九二一地震的损害还严重 这么重要的历史有进到你们的教科书吗 有吗 我目前在大家一起写教材的部分 其实已经把这些历史的史课 都把它并进去了 好 那我再来说 这个就史观的不同 我们两个史观不同 可是历史的事实就这个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的盟军 一起打了台湾 当时的台湾总督府 当然同时也打了台湾人 这个是事实你承认吧 是 是 可是 在你们的史观里头 却要当时死了5000多人的这些台湾人的前辈 他们的后代子孙 要去纪念你们史观里头的对日抗争的胜利纪念 这合理吗 如果你是这些王者的后代 你要作何感想 要作何感想 所以 部长 我必须要跟你说 台湾就是这样嘛 一路走来嘛 因为政治的原因 所以会对整个台湾土地上发生的历史 会有不同的 史观的解读嘛 是 我们都同意 不要把政治的时候伸到教育里头 特别是不要深入史观 是 那么我们今天 修正高级中等教育法的43条 其实就是为了要防止 这个政治黑箱的手伸到教育里头来 就是为了防止 部长你刚刚误解了43条里头的一些条文 你说 这个科康的审议不应该由立法委员 来制定 你误解了 不是这样了 这个条文 是说 过去由教育部长片面决定了这些科省委员 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是谁 審议也没有公开 然后这些审议委员到底怎么产生了只有部长一个人知道 我们是要把这个黑箱的程序把它给法制化跟透明化 那么我们认为 不能够让教育部长一个人有那么大的权力 所以我们把它提升到这些科省委员由院长来提名 就是我们去组了这些科省委员 这科省委员不是部长一个人能决定的 由行政院长来提名 但是也不是院长提名科省委员就算了 不是的还是有一个审议的机制去审查这些科省委员 也就是说这些科省委员的产生 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法制程序公开透明 所以它产生是由这些审查委员 那这些审查委员怎么产生呢 由立法院来推举产生 立法院推举产生当然就是按照政党比例的原则来产生 这合理啊这非常合理啊 这一个条文最主要的精神就是为了预防黑箱 委员 今天民进党执政或许未来啊 有跟你一样实观的政党执政 但是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个克纲审议的制度 把它给法制化透明化 无关任何哪一个政党的利益 我们是站在这样的前提上 所以部长 其实你刚刚那个说法是误解了 误解了那个意思 委员我想未来的委员 那个科省会的委员应该公开 讨论应该更加透明更加专业 我想这个原则大家都同意 我们现在唯一我只希望提醒委员的是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成为是一个政治任命的过程 那个委员会的组成会成为另外一个乱源 我建议你们听了新部长的意见以后 你们再做决定了 我是诚恳的这样讲而已 都还没有开始 这个法案都还没有开始通过 你就已经认定这个会是政治任命 你用哪一个角度认为说行政院院长提名的这一些审查委员 他是政治任命 你怎么帮未来的院长做了这样子的解读呢 所以我建议 只有你们的跟你史冠一样的院长才会做这种事情 这个史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纯粹是在行政实务上来讨论这件事情 好啦 就算是嘛 他还有一个审查机制嘛 他会成为是一个政治运作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对整个未来课纲的讨论并没有通过 我们就是为了防止政治介入的过程 我们才需要 你们再来呈现这件问题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怕 我们就是担心那个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才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 部长 你了解吗 好啦 跟你争辩那么久了 反正每次都是这样子 不过部长 你离开教育部以后 我还是随时欢迎你到中兴大楼302来啦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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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中嘉宾委员 主席 各位余会的委员先进 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代表大家午安 有请我们吴部长还有国教院的科院长 科院长在吗 不在那是哪位代表 洪主任 好 洪主任好 刚好也跟你有关 那是不是田雄法治处的李处长也一边来 因为待会有些问题可能部长要跟你请教 我一边帮你先请上来好了 部长 请教一下 您记得你的结婚纪念日吗 我记得 你不用告诉大家了 记得就好 那你记得你什么时候接任教育部长的吗 我记得 您能告诉大家一下 103年8月6号 103年8月6号 那在你就任之后 柯院长是不是已经在当国教院院长了 是的 请问一下柯院长是什么时候接任国教院院长 我不知道 知不知道 洪主任知不知道 102年的4月1号 是 对 是在部长来之前 好 那我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克纲的严格 帮在场的人做个复习跟整理 就是在早期我们的委员就提到了 我们都是念那个国立编译馆的长大的 那到了1990年有一个一缸多本 然后呢到1998年就公布高中的克纲 98年实施八嘎克纲 2001年的时候开始推动九年一贯 其实更早啦 然后2004年呢 有这个所谓的95占纲 98克纲 到了马总统上任之后呢 他就暂缓 然后在2012年完成公布 2013年实施101克纲 为什么要做这个时间点 因为这个都在部长你就任之前嘛 对不对 这个所以我帮你做个历史的复习 好我们看下一个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呢 我们认为的课纲啊 有课发会 有课审会 有教育部合发 有学校采用 其实呢 这里面的法令啊 不依而阻啦 那这条呢我们先站着放一下 来我们看下一张啊 好 那我这边好奇的啊 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国教院 那个洪主任啊 你们有订定了一个叫做 国家教育研究院12年 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研究发展 设置及运作要点 对不对 是 好这个是什么时候通过的 第一个版本 我帮你整理出来了 你们是在101年8月16号 第35次愿务会议 愿务会报 请问是什么是愿务会报啊 愿务会报是呢全院的一个 最高的 最高的 愿务会报 请问处长法制处长 那个国教院的愿务会报定在 国教院组织法还是出入规程的哪一条 愿务会报 愿务会报 有没有法员啊 他是谁主持 他能决定什么事情 定在哪里 愿务的运作可能就是 院长来主持的 可能嘛 但是愿务会报上面 会不会有个规范 规范愿务会报的参加成员 决定的事项内容 会不会有 这是看国教院的组织规范 国教院的组织规范 国教院的组织规范 国教院还没有人在场啊 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呢 不知道 主任你也不知道 应该有 定制一次他要愿务会报什么时候 在4月底 多久开一次 一个月会开一次 一个月会开一次对不对 好 我请大家看一下 在第35次通过了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标准运作要点 在101年又修正 41次又修正通过第4点第5点 到了102年的10月8号的第62次呢 也就是科院长已经就任了 他就任后呢 又透过愿务会报呢 修改了 把他名称改成 本来呢是叫做设置及运作要点 他后来改成叫做运作要点 也就是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 就是目前呢 教育部啊拿来给大家看的 叫做国民12年国民基本教育 课程研究发展会的运作要点 就是所谓的客发会 好了 那我要进行房子处长了 前面这个运作要点喔 他都写得很清楚 都是愿务会报通过的 他其中的第12点说 本要点愿务会报通过后实施 那表示愿务会报是这个要点的制定机关嘛 那也能只有他有可以修改权力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你同意喔 部长听清楚了没有 现在请部长回答一下 来 我们请看 部长在您就任之后您记得 你是103年就任的 来我们往前 来来来来 104年教育部呢 以一个教育部的函喔 注意到前三次都是国教院的函 发布 到了104年呢 教育部发布的这个函呢 他修正了第二点 第四点 第五点 而且删除了第十二点 第十二点就是说 这十二点呢就是什么 就是不再有愿务会报通过了 然后呢 你们在104年7月17号 又改了一次 又改了第四点 第五点 第七点 同样的三点你改了几次 我们看一下 你到底改了什么东西喔 我们看下一页 好 你看看 我们第四点是什么 国教院的委员的人数 他在科华会院长上任之前 是由愿务会议通过的 科华会院长上任之后 还是由愿务会议修改的 到了您上任之后呢 你把它删除 删除掉这个十二点 而且呢 您自己直接用教育部的行政命令 发令发函 改他的委员会的组成的人数 短短的半年内你改了两次 我要告诉你什么原因呢 这样的一个命令有效吗 处长 法治处处长 你告诉我 愿务会议定定的办法 教育部长可以直接改吗 报告委员 那依照这一个 如果是我一条课纲之前的 我没有让你我一条课纲喔 我存在谈这个 这个设置要点 这个就是在高级中诚 教育法实施之前 前身是高级中学法 对于这一个 课纲的审议程序跟组织 并没有法律规定 而是委员教育部 以及课程研发的专业机构 很好 那你告诉我 高级中学教育法第43条 第二项写的什么 那是课程審议委员会 对 跟课程发展委员会 是不同层次的委员会 那课程发展委员会是定在哪里 课程发展委员会 刚跟委员报告就是 是定在哪里 专责的课程研发机构就是国教院 依照 依照 依照中央组织机关 中央组织机构法 第28条 跟它的组织法 国中小的部分 很明显的 规定在国民教育法当中 国民教育法第8条 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的 课程纲要是由 教育部常设的 课程研究发展机构定制 这个就是国教院 所以国教院根据 国民教育法第8条 取得了国中小的 课程的研发跟制定权利 但是 国法院根据这第8条的授权 他就订定了这个要点 开始研发课程 但是呢 一直到了 那我们的吴部长之后呢 这个课程之后啊 要交给一个课程会审定 这个课程会是什么成立的呢 来 有没有知道课程会是什么成立的 课程会呢 你们定了一个办法 就是 在 100 103年的时候呢 你们通过了一个 高级中等学校课程纲要 课程审议会组成其运作办法 然后呢 你又把它改成了 7月25号又改成了 含高级中等以下 其实啊 不用写高级中等以下 因为本来国中小的课纲 就是给国教院的 你们改这个呢 就是要把 本来国教院制定的课纲 交给本来只省高级中等学校 课纲的那个课审会 所以像你们成立的课审会呢 加了一个高级中等以下 就把国小的课纲 国中的课纲 并同高中课纲 一兵省大 对不对 必须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涉及到 国民教育法 跟高级中等教育法 我先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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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问一下我们国教院的 我们的国教院 是唯一制定课纲的机构 在国中小的部分 国中小是不是 他的教学的课本 课纲 是谁发展出来的 课程是由谁发展的 国教院是接受教育部的 委托 委托 是 那你知不知道我们国中小 可以自己定自己的课程内容 你知不知道 目前 从课程纲要的话 整个课程纲要是定一个原则方向 那么呢 学校 那你告诉我课程纲要的 一个依据是什么 我来告诉你 直接下一张 我们现在呢 国民教育法师型系的 他说了喔 他说我们学校呢 要成立课程发展委员会 这里面要成立 什么跨领域小组 课程小组 我们再看一下 九年一贯 来我们看下一张 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 课程纲要总纲 这什么时候定的 这在89年 80 80几年 新的最新的是呢 最早的一个 97 在民国82年 国小 那97 97 看看就86年通过了嘛 86年我们的课程纲要总纲 就已经把课程的内容 交给学校 由学校自己来订定一个 课程发展委员会 你再来看下一张 好 所以呢 我现在告诉大家的喔 就是说 诶 有没有设计要讲吗 是啊 因为呢 课程纲要它赋予呢 学校可以发展 学校本位课程 对 它给予呢 学校有校定课程的空间 所以学校的课程 发展委员会 它是要整体呢 规划学校的课程 来做一个呢 规划 那现在12年 12年的基本课纲 本来在107年 要公布的嘛 它是不是也延期了这样的精神 让高中可以设立 课程发展的小组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 讨论课纲算很无畏 因为呢 其实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这个课纲啊 这个总纲啊 已经授权给国民中小学 跟未来的高中 他可以学校自己成立 他的课程发展小组 甚至学校老师 可以把我们教育部的教科书放着 他自己制定教材 那但是呢 这个教材的内容 还是必须根据课纲 但是课纲的过程当中呢 我今天要请部长 今天部长 我觉得呢 您去秋波啊 您对法条呢 我觉得待会我做的临时提案 您就必须要小心应对了 因为从您刚刚的发言过程当中 我觉得您都谈未来怎么样 但是本席今天关心的过去怎么样 从我整理出来的条文言格当中 我觉得 我要请法治部 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你们将一个本来由国教院 可以审议的制定的课纲 拿到了你们教育部 你们去把它废止他的设置要点 改了他的设置要点 伸手伸到进去 伸到国教院的 这就是教育部部长 在您就任之后做的事情 没有啊 课纲委员会一直都在教育部啊 不是 我说他的设置要点 本来是 怨务会议 怨务汇报通过的 结果呢 在您手上呢 就变成由教育部 手伸进去 改了他的条文 扩充了他的委员 这是您部长 发布的一个命令当中 我想 这个事情我可以请法治处再跟您说明 其实我们课程 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啦 我想这个部分呢 书面说明说大家可以理解 我今天不是来争议未来 我再强调过去 在你们的课程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们设置的这些组织 其实呢有些是不必要的 我再重述一遍 我们国中小的课纲 他本来在国民教育法 跟国民教育法施行细则当中 根本就不需要 由课 国教院以外的机构来审议 现在你们设置了两个机构 一个来定课纲 一个来审议 这个其实呢 又把你们的审议内容 本来只是审高中以下 高中 又改成高中以下 把国中小的一并并进来 我觉得 请你们法治好好研究一下 这点呢 我会继续的追查 谢谢 好 好 谢谢中委员 好 谢谢部长 好 接下来请陈学胜委员 下面 您会设计 计划 好 谢谢 主席 本会同任 部长 大家好 部长请 不加 市委員好 部長好 謝謝你今天在對於課綱的答覆 真的是人之將離開 起言也散 然後你也講得非常的中肯 那麼你剛剛也回答委員提到的 如果要在行政院底下 設立一個課程審議委員會的話 那很可能會是一個亂源的開始 因為它很難避免政治任命 我覺得部長你講的話 我完全都贊成 也都完全認同 比如說以公事來講 公事已經被我們標榜為最超黨派的 它應該是沒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介入這裡面 可是公事的董事難產了多久 部長 這個我們都歷歷在目 不可能一個機構 它的任命過程當中 不會有政治的痕跡 甚至我們認為包括NCC 包括監委包括考試委員 它每一個過程當中 它都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 政治的影子在裡面 我們不能怕有政治的影子 主要是看你怎麼去折中協調 找出一個最好的方案 所以你有回答委員講說 如果要談課根要回到88年 這我都完全贊成你 因為這是一個歷史脈絡 你也只是其中的一個部長而已 但如果你要把過去的歷史全部切斷 要重新開始 你可能是自私欲分 你可能沒有一個好的結束 但是一個新的亂源的開始 如果今天民進黨對於克剛的審查 真的對自己有充分的信心 就不要去提4月29號那天的表決 今天有委員來問部長 說那天立法院都已經通過決議了 張善政院長都說要尊重了 部長你怎麼還這樣回答 部長還原4月29號那天的表決現場 那天在立法院 是因為我們的蘇嘉全院長 把這個撤回克剛維條這個法案 放在立法院 讓它凍結一個月 連協商都不協商 然後直接進行表決 這是國民黨 變成在野黨以後 第一次攻占主席台 部長 你要把這些歷史長期都要放在心裡面 你就要告訴大家 說如果克剛的調整 沒有任何政治的紛爭 就不可能會4月29號 產生國民黨霸佔主席台的情況 因為整個過程當中少了一個協商 如果沒有協商 今天民進黨 站在立法院的多數 我相信國民黨也不會去擋他 你通過委員會 通過立院大院的審查 你就去成立好了 但成立之後 就像您剛剛所提到的 下任的部長 會是一個苦果的開始 我可以請教一下部長 這個機構如果成立之後 他未來應該是多數決 是相對多數 還是絕對多數 還是過半的多數 他會產生很多的疑義 同樣的如果在表決過程當中 原住民永遠是少數 但是原住民可能才是真正事實的真相 你能夠用表決的方法 然後就把少數人 他的意見 就認為不符合史觀 就把它刪掉 連大法官的所有的決議 都要把反對意見都要去做陳述 美國如此 台灣如此 為什麼 也許今天的少數意見 可能是未來正確的主流意見 所以這個委員會的成立 我真的很擔心 因為裡面只要行政院長任命 就可以 然後你要從學者組成 這學者的史觀是什麼 我真的很擔心 部長 你真的一言成稱 真的 未來的部長一上任之後 就面臨的第一個苦果 他不知道如何運作 部長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謝謝委員的意見 其實我們 純粹完全是從教育的立場來看這件事情 我們說 如果大家願意把這個課綱回歸到學術的討論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討論歷史課綱 是一群歷史專家的老師 跟專家學者在討論 沒有任何的爭議 形成的結論 大家也可以來接受 它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過程嗎 如果這個委員變成是要立法委員推薦 然後同意 然後由行政院長來任命 我說它就會成為另外一個政治運作的過程 反而會讓這個課綱 在教育專業的堅持上受到非常大的損傷 這是我希望能夠表達的 雖然我即將要離開 是 包括連所謂的家長會團體 都還有不同的團體 也有人認為說有些家長會團體是萬年的團體 到時候你代表性的選擇部長 都會是下一任部長一個很大的苦果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很誠懇的 呼籲民進黨即將上任的政府 國民黨做到5月19號 但是我們之前 在去年8月4號 我們立法院朝野已經得到共識 就是立即啟動課綱檢討 104學年度教科書 由各學校自由選擇 有爭議的部分不考 這叫做朝野協商得到的結論 但如果民進黨要用4月29號那個態度 他要搶行通過 我們也只能尊重 如果今天審查這個法案 高級中等教育法通過 我們也只能尊重 但是我在此提醒民進黨政府 你就準備吞下你自己的苦果 這是我第一個 先預測民進黨 教育部長上任之後 第一個苦果 第一個亂緣 第二個我要提醒 我也請部長 你也大膽的預測 下任的部長一定很難做 在你之前有沒有哪一個部長 不是出身高教體系的 可不可以告訴我 親機部長他在跟高教的淵源比較小 不過他是大學教授 對 那有沒有都在國教體系 但是第一次擔任部長的 很久以前不知道有沒有 最近20年可能都沒有 是 我今天看到這個報紙的時候 我替下一任部長擔心 今天的兩大報 都談到的 小英政府 準備開闢新的教育戰場 要推新南向政策 通常這麼一個重大政策宣誓 應該誰來宣誓 應該部長宣誓 部長宣誓 出現的人是誰 都是準次長 陳良基 我真的很擔心 未來是小部長 大次長 我很擔心 未來的部長 怎麼樣去跟高教來談 他的一些理念跟藍圖 包括你被民進黨委員 集體到教育部說 要退回高教藍圖 我很擔心下一任的部長 有沒有權利來決定 之後的高教藍圖 部長 我看到今天的報導 同時出現教育部次長 我從來沒看過哪一個教育部次長 有這麼大的篇幅報導過 而且這個次長還沒上任 就已經給他這麼大的篇幅 宣誓小英政府 他的未來教育政策 我請我們的黃昭偉 下一任的部長 你要多保護他 不然他很快就夭折 放心 放心他會夭折是嗎 我一定會手下流行 我會保護他 因為我保護國家幼苗 因為他都負責國教署 但是我怕高教單位 不肯買他的帳 所以我大膽預測第二個亂圓 部長 未來的教育部長 會做得非常辛苦 他雖然也在部裡面待過 他跟地方的國教單位也都很熟 但是在高教這一塊 也是現在我們面臨最嚴重退場機制的高教 我真的很擔心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除了我大膽點出 未來教育部內部 以後小部長大次長的紛爭之外 民進黨的新政府 推出這種南向的新亮點 部長難道你過去都沒做過嗎 我想那個南向政策 其實一直都是過去所推動的工作 但是我們必須要很誠懇的講 就是說南向教育政策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想像做到多大的 因為有語言的問題 有歷史文化的問題 有經濟的問題 它不能夠成為是我們未來高教的主流 它是一個重點 應該努力去做 我們應該加強跟東協的交流 我們應該更了解東協 我想這個方向其實大家持續都在做 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寶都壓在這個地方 我說會造成更大的偏差了 這一點我也相信部長今天你講的話 也是這麼多年在這個體系裡面 你講的真正的肺腑之言 因為我們已經在做 而且台灣有很多我們的台灣之子 未來也可能是這個南向政策裡面的重要主流力量 所以持續在做 但是如果把寶壓在這裡 就像有些學者提到 這南向的難可能會變成困難的難 因為它有一些進入的語言門檻 文化的隔閡 但是我很擔心 如果以後小英政府要這個次長去推這個政策 新的教育部長說不可行 因為他很了解什麼叫教育的時候 我就發現教育部未來不用我們立法委員來質詢 教育部內部就內訌不斷 所以在座很多的文官體系 還會繼續留下來的教育部的官員 請好好保護你們的教育部長 但是也給我們的現任的部長 我希望在他離去之前 要給他多一點掌聲 因為部長您真的辛苦了 但是你做的事是百年大事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 陳昭偉 好 接下來請鄭麗君委員質詢 鄭麗君委員 好 接下來請鄭麗君委員 好 接下來請鄭麗君委員質詢 主席 各位委員 有請部長 好 請吳部長 鄭麗君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 謝謝 這個今天有關國民教育法 增進第四條之一的條文 是 也就是針對財幣校 是 的一個條文 在這個條文 增進 這個條文裡面 最後一項 有特別提到 偏鄉以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合併 或裁策 另一相關法規辦理 是 在你們的書面報告的資料裡面 你們的建議的條文 是 為什麼沒有把這個最後一項 我剛剛念的這個最後一項 淚進去 你們的一個建議條文 本來就是這樣子做 所以沒有再增列 好 你說本來就是這樣做 署長要不要幫我 我們那個原住民主地區 我們有規定就是要經過這個 當地基民的這個 是 如果國民交易法也累了 會不會更好 可以啊 可以 所以因為你們 我看了之後 這個是不是 會考量到 這個你們是不是有另外的考量 這會產生這個疑慮 這個署長你也很清楚 在過去台東縣和平國小 還有博愛國小 都在成功證 他沒有依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八條的一個規定 這個你知道吧 這個原住民族教育法是怎麼規定 有關財幣校的部分 他就是要有當地基民這個 二分之以上的同意 對 這個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八條規定 各級政府得事需要 寬列原住民重點學校 言而編制 以徵得涉及該學期年滿二十歲 基民之多數同意 得合併設立學校或實施合併交協 也就是說要有原住民族的這些 地區的這些 該學期的年滿二十歲的基民的多數同意 就是要過二分之一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去對照這個現在提的增定的條文 而且這個增定的條文是針對財幣校特別增定的 就會變成這個 然後你們再 所以萬一因為你們建議然後就這樣通過 把那個偏鄉原住民的部分 應該本來有另外的法規來辦的時候 當然你們會說當然當然是這樣 但是國民交易法畢竟是一個 這個最普通的一個法律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還是再考量一下 我是希望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這個這一項 這個我們趙偉所提到這一項 能夠維持 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以 部長 如果我們以台東縣 和平國小成功證 國外國小 這個案子來看的話 它明顯是違反了原住民主教育法第八條 因為它沒有經過這個程序 這個部長因為你很忙了 事實上這個在上一屆 去年的時候 在這邊都有跟你討論過 然後也曾經 我正式的施涵也給你部長 所以這個部分 後來還是沒有很好的一個結果 它還是變成分校 變成分校 它其實就是才變校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樣以這個案例 來去考量 所以我們還是要法的修正 還是要特別特別留意 部長 這個 剩下沒幾天 當然你在這樣的一個 這段時間在教育部 你覺得對原住民主的教育 你認為有完成 怎麼樣的重大的一個成果 或者是說你有什麼樣的氣息 我想在這兩年 因為實驗教育法通過以後 那麼原住民的學校 開始走向實驗學校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始 那我剛好禮拜一 也到屏東看了三個原住民的學校 他們其實都已經有很好的條件 那這兩個學校 如果可以開始轉變成為是一個實驗學校 用原住民的文化來做為教材 來教他們教原住民的孩子 同時在屏北的這個小清華的專班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值得我們繼續去推廣了 我覺得那個對原住民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可以繼續努力 那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嚴漢的教育落差 原住民族跟非原住民族 教育程度的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我上次在今年的4月 特別在3月7號做了一個提案 那因為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 第三條規定已經修正了 會增加相關的這些經費 我特別提案而且在後來的一個質詢 也特別請部長能夠務必要求同仁 在籌編106年度的預算的時候 請問一下有沒有往這方向 有 我想我們現在在籌編106年的時候 又把所有的跟原住民的預算 單獨都把它列示出來 那我們希望能夠更精準的來回應 原住民教育的需要 我想這次在籌編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落實這件事情 應該差不多籌編完了 還是還在進行中 現在在蓋編 對 但是我們所有的原住民教育的部分 都已經整理出來了 要特別請部長 把這個原住民教育經費的增加 因為它有很多 我上次在提案裡面都有列 請移交給新的部長 我們會做完計畫 會由新部長來核定 你要特別移交 是 我們會特別跟新部長來提醒 好 謝謝 好 謝謝鄭委員 接下來請 接下來請鍾孔少委員 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跟國教署署長 好 請胡部長 還有國教署署長 是 委員好 好 特別感謝主席 針對我們國教法裡面的第四條 之一的條文的一個早安徵修條文 其實這個徵修條文是針對 最近台灣尤其是偏遠地區的 一個會校的問題 那我在這邊想特別問 目前受了少子化藥 或者都市化的影響 許多我們的偏鄉小學 都面臨的會校或者病校的一個危機 目前這個狀況 部長 你認為我們對於台灣的一個 孩子的一個受教的評論權 部長是不是可以做個回應 其實對於偏鄉教育 其實是我們過去兩年 非常重要的工作重點 我們認為偏鄉的教育 其實是一個社區的知識中心 文化中心 甚至是年輕人 回到家鄉一個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希望 從正面的觀點來 幫助這些學校發展 而不是去病校或者是去廢校 這個是我們基本的理念 過去兩年也一直落實這件事情 謝謝部長剛剛的一個回應 那如果真的在廢校的過程當中 是回歸到地方自治去處理 還是教育部也應該要協助幫忙 或者說教育部也有一個 監督跟管理的一個機制 是 在這次黃委員所提的那個修法裡面 我們就是希望把未來的這個廢校的 那個準則把它規定的更嚴格 然後它應該有的程序 應該要能夠完成 所以這個準則來講 應該是依據黃委員 剛剛特別也早上也特別提出了 一個相關的報告 那這個一個徵修的一個條文 部長也同意 是 這個部分我們是支持的 是 所以面對的 尤其是在苗栗 苗栗我也想特別提到 苗栗的新開在整個的處理過程當中 包括縣府可以一天發三次的公文 一天下三次公文 甚至用警察去到家長家裡 來做一個關懷的一個動作 因為他自己訂的機制是30人以下 他就要會校 但是他的學生有31個人的時候 他要想辦法讓他低於30 那這樣對於新開的居民也好 或者對這些的學生 這些小朋友 當然是非常的不公平 這一部分是不是國教署也應該 應該特別去給予關懷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符合現行的法令的規範 教育部部應該逃避責任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加強督導 尤其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這幾個學校的情況 因為在整個過程當中 甚至在開會的期間 他不是不讓居民參與 也不准旁聽 也不准發言 請問這個過程當中 在程序上你認為有違法嗎 如果這樣的話確實是不恰當的 確實是不是國教署要去做 我們請國教署做基督的了解 這樣對於這些新開的居民 縱起你要給我會宵 也讓我有一個開堂可以奪 你連我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甚至不能旁聽也不能練習 甚至不能作為委員裡面的成員之一 是 那過程整個 整個過程裡面是不是在 讓人家認為 縣府就自己在黑箱作業 那你反而引起更大的一個爭議 所以我在這邊特別針對這一部分 特別請教育部還有國教署 應該去特別注意關懷 也特別要感謝我們主席國書 特別提把這個徵修的一個條文 讓學校的專 學校或者社區的學者專家 或者家長代表 都能夠共同來參與 就未來會校的過程 或者整編的當中 讓大家有一個共同參與感 那這樣對於未來的會校 可能因為大家面臨的少子化的問題 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讓大家有共同參與 有一個平台 我相信對未來 不管是在苗栗地區 或者其他的偏鄉地區 發生這種問題的時候 讓大家有共同參與 共同來了解 或者在整個過程當中 能夠讓推動的過程 也能夠平順一些 避免無謂的抗議 那部長從不同意 我同意 我們在如果這個法修完以後 我想國教署會來定一個作業準則 那如果這個法已經修正完通過 那這一段時間 是不是也特別請國教署 針對苗栗的興開 或者其他的國小這一部分 能夠特別去關懷一下 是 我想國教署會特別來注意一下 苗栗這幾個案子 也不能去參與整個開會的程序過程 我想這一部分 對於當地的居民 確實是造成很大的傷害 是 瞭解 那這一部分 特別請教育部跟國教署 能夠特別 特別對於新開 或者其他部分國小 也能夠特別去 不要因為地方自治 然後由憲政府自行去主理自己 以及自己的規劃去做主理 我想這是對於這些受教的小朋友 是非常不公平 是 我們會特別考慮到 學生的受教權 我想這是教育上的核心的理念 有 尤其我要特別提到 興開如果會教 他要距離最近的學校四公里 四公里 他如果要到另外一個學校去 要跑四公里遠 那更何況他已經 也不符合他的會教規範 那這一部分特別要拜託 部長跟國教署 能夠給予協助跟幫忙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中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陳婷菲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好 請吳部長 市委員好 部長 聽了一個早上 你似乎對於修法 你的態度還是很強硬 沒有 我們純粹只是建議 建議 你建議不宜修 我們建議委員 不宜由立法院來推薦 來行政院來聘任 其他我們都沒有不同的意見 只有這一點嘛 就只有委員的部分 對 所以其他都沒有意見 包括第43條 你們其中你認為說學生代表參與 你們也有意見啊 學生代表我們沒有特別的意見 尊重那個 沒有意見了 現在沒有意見了 不是 你講的是哪一個學生代表 是那個課審會的學生代表 我們基本上是認為不恰當的啦 對啊 你們這裡先 那你剛說你沒有意見啊 所以我現在要跟你釐清說 到底哪一個部分你有意見 我們是支持跟尊重的 這個課程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不宜納入學生代表 這是我們教育部的答覆嘛 是 是 為什麼不適應 因為課審 課綱真的是一個非常專業性的議題 那我們 其實我們目前就在做的是 當課綱完成以後 應該跟學生有充分的溝通 那是一個責任 而且應該去做的事情 但他如果納入這個委員會 他會成為是一個委員 他的代表性跟他的產生的方式 其實都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而且在專業上 他是不是能夠符合這樣子一個責任 我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去探索的問題 他可以提供意見啊 其實在委員 在我們整個未來審議大會設置的委員 我們的版本41至49人 41至49人 他是變成是一個 大家可以提供意見的地方 他如果是列席 或者來出席發表達意見 我想這個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歡迎 但如果他成為正式委員 你今天列席 你還是沒有辦法很清楚 讓他了解在整個審議大會的過程 到底是怎麼處理他們的意見 甚至我們認為說 包括教育相關領域的其他機構 學校法人及團體 也都可以提出課綱草案 而且提案的方式處理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 我們就可以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定立之嘛 就表示說我們現在希望的 他是一個很開放的 我們的課程審議課綱是很開放的處理 而不是像過去突然之間跑出一個檢核小組 檢核是在檢核誰 不知道檢核小組可以用一大堆名義 去修改我們的所有的史觀 包括委員 我們現在107課綱的時候已經非常的開放 我們都直播 然後任何的人都可以在網路上 直接看到每一個領綱的討論的過程 主團人員就不客觀了 在107課綱的時候沒有任何的 107課綱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這44沒有任何的問題 部長你這麼說現在都已經公開臭明了 那更好 我們把它法制化 我們直接把它法制化 法制化沒有問題 包括把所有參與的人員 角色他所扮演的一個部分 應該怎麼去處理 課審會應該要怎麼去審議 哪一個部分我們把它名列 所以我認為讓更多人參與 這OK啊 怎麼會 更多人參與可以有很多種參與的形式 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是那個委員會 要不要有學生代表 現在是在討論這件事情 是 那如果是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是建議說不要 因為審議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過程 學生可以來練習 可以來參加那個公聽會 可以看到直播 可以來表達意見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現在任為所涵蓋的範圍 你是只有對學生 學生的代表 你在這一塊是有意見的 是有保留的 其他都沒有意見 對 是 其他都沒有意見 其他還有一個我們建議委員 由教育部來聘請 不要透過立法院的推薦來產生 對 因為應該讓課審會 回到一個教育的專業來討論 我覺得那個才能夠 教育專業啊 所以你認為立法院推薦的不是專業 我想我們大家面對 我們立法院已經有很多的委員會的委員 都是由立法院來做推薦的 我想行政部門有很多 所以你一直以來都認為 那是沒有辦法達到公正性嗎 每一個問題的議題情況不一樣 課綱真的是一個非常學術專業的事情 我們真的應該讓他回歸到學術去討論 我覺得那個才有助於 回歸到學術啊 是啊 部長 你認為立法院所提供的 都不是不具學術代表 我們不希望未來的委員的產生 是一個政治任命 或者甚至那個不同的角力的過程 怎麼會政治任命 我們現在所提的 只要要求我們立法院所提的每一個委員 不論是哪一個行政院的 俠下的委員會 需要立法院來提供資料的時候 名單的時候 這些都集聚地方非常有學術素養的 一個專業領域的學者專家 你怎麼會說我們提供的就不具專業呢 我想我純粹是提供我們的意見 我對這件事情還是那個基本的態度 我建議你們是不是可以稍微晚10天討論 讓新部長 讓新院長 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我覺得這樣會相對 讓立法跟行政的權責 會更客觀的去衡量 部長雖然你要下任了 但是我還是認為說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要好好討論 當然現在 如果你願意跟我討論我很樂意 現在我們的部長都說 反正幾天後就不是你了 可是 我的意見已經充分表達了 可是我認為說 你剛剛所講的立法院這一塊 是有待商榷的 因為你說立法院好像所表達出來的 是立法院所推的代表 就不具專業可能有政治任命 這是我們是要持抗議的態度啊 表示我們過去可能立法院所提的 都不具專業性欸 你這樣的說法是很有危險的 所以我只是確認說 部長 針對民進黨團的提案 你有兩個部分 你是不同意的嘛 持保留意見嘛 是 就是學生代表 是 第二個部分 產生方式 就是產生方式 由立法院來推薦的部分 是 這一塊你們是有意見的 是 其他是沒有意見的 是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好 接下來請黃偉哲委員質詢 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 不在 請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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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請孔文吉委員質詢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各位請我們 吳思華部長 好 請 吳部長 是 委員好 是 部長您好 這次又很高興 又來到教育委員會 第一次來質詢 那針對這一次的議題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的看法 就是我們這次有幾個修法 修法 主要是針對課程嘛 課綱 他的這個什麼審議的規定 是 我們委員有提出一些看法 就是 特別是針對我們課程綱要的 這個可以有民間團體提出有關課程綱要的草案 而且適用高級中等教育法的相關規定 這個跟我們現在的法案有什麼差別嗎 目前我們其實在所有的公聽會的過程中間 那麼民間本來就可以充分地去表達意見 那這次修法以後 民間團體如果願意提供一個更完整的版本 一起來討論 我想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只是如果有同時有兩個版本進到未來的課審會的話 課審會要怎麼去運作 這當然是未來在行政上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 不過我簡單講就是說 現在對於民間的意見 其實我們在所有的公聽過程中間都充分地去聆聽 而且也充分地去協調了 其實這個議題我們在這幾年 我們都是為了課程課綱 在教育委員會也討論了滿久的 那現在520也都快到了 那現在就是我們談這個 我們希望說能夠我們就看那個新的政府 這個將來之後針對這個議題有什麼一個方向 我們都尊重 但是我們還是要照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來走 那我另外就是說特別 今天有談到一些什麼財幣校的問題吧 是 那個財幣校是怎麼樣 是在我們這個法案裡面 在國民中小學法的修法 是未來的財幣校要由中央來訂定準則 能夠讓它這個財幣校的程序更完備更嚴謹 我想這是修法 這個部分基本上我們部理是同意 而且也支持 但是本席是在這邊要特別的請我們教育部 針對我們岩箱地區的財幣校 現行的法令就已經有規定了 有規定就是說我們岩箱它有它的設置基準 它不可能沒有辦法這個要併校或財校 沒辦法跟我們一般的非嚴明地區 這樣子來統一的規範 那之前我也在這邊也特別提到 我們財幣校你要考量到我們嚴住民地區的 是 這個中小學 它因為位置比較偏遠 比較偏遠的話這個財幣校 不是說我縣政府就認為說這個縣長市長 這個地方就財幣了 是希望能夠考量到我們原住民學生受教的權益 是 那這個部分要堅持 是 當然 好不好 好 這個部分我想未來國教署在執行上 也會特別的注意監督 就是說我們財幣校好像是說 規定是必須要經過我們部落會議 部落的一個民眾 一個村民的這個意願 是 這個如果這個方面沒有去堅持 沒有去把關的話 這個對我們原鄉的這個偏鄉的這個教育 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是希望特別能夠考量到我們 原住民地區本來受教的學子 它本來就少 又是少子化的關係 是 這個是希望能夠考量到我們原鄉地區的 教育的一個需求 是 好不好 是 這個部分我們會特別留意 我們國教署以後也會持續來重視這件事情 是 那另外呢 我也特別是希望 我們教育部有些偏鄉的一些措施 怎麼樣讓我們的老師的流動力能夠減少 是 它的這個三地加級的福利能夠繼續維持 是 它的待義能夠繼續維持 是 這個是希望說我們教育部能夠落實 我們在教育委員會在上一屆的時候 我們把原住民地區的教育的經費 從1.2%提升到1.9%了 是 對不對 那這個可以落實的照顧到我們原鄉地區的國小 當然這個部長 這個也是你在任內所推動的一個偏鄉的一個教育的政策 是 這個是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教育部的一個亮點 所以我是希望這個部分也能夠維持 是 是 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國教育可以持續推動 就是我們對於偏鄉教育的創新發展 這個部分 特別是我們之前有去過蘭椅去過那幾個國小 是 那個蘭椅的那個野游國小 是 那個老師的宿舍 是 這個可以說是有那個臂癌 是 當時我們那邊那個學校東京野游國小的老師 他們是希望說能夠把那個什麼他們學老師的宿舍 因為那邊海風比較多很潮濕 所以那個老師那個是根本 這個不堪住宿 所以那個部分我們教育部這裡呢 針對像特別像蘭椅地區的野游國小這部分 是不是可以 是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都已經處理了 今年 我跟委員報告 今年我們其實特別多編了三億的預算 就是去改善這些離島偏鄉的老師的宿舍 他們的整修 因為他們 我去看過好幾個學校 確實環境很不好 這對偏鄉老師來講很不公平 所以我們這個今年把它當作 已經把它當作重要的任務在執行 我們希望未來幾年 也可以在委員的支持之下 相關的預算可以繼續編列了 我想這樣對偏鄉老師的福利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照顧 我本期是希望了 就是說雖然是520之後 當然部長 我們未來的部長 未來的部長 也是希望能夠重視我們原住民這一塊 偏鄉地區這一塊 該花的經費不能少 特別是針對我們的學子 對老師 他的這個三地 我剛才講過三地夾擠 還有他的一個這個 老師的一個教學的環境 住宿的問題 這個要給他們 所以剛才非常高興聽到我們部長 你說多花了這個三意 在偏鄉跟宿舍 偏鄉宿舍的改善 是 那最後呢 最後就是針對我們原住民的公費留學的政策 公費留學的政策 我拜託部長 我們原住民可能有一些有特別的困難 在國外求學有特別的困難的這個部分 這個不要說這個全部都是照制度面 照規定面 照規定面 我們最主要是 要支持要鼓勵我們原住民學生 能夠出國留學就不簡單了嘛 就讓他能夠拿到學位 在意歸國啊 不要說因為一個法令的一個問題啊 這個讓他不能享有公費 所以部長這個這個這個事情我想 我是在個人在協調 有一個不農組的學生啦 那這個這個部分 師父部長能夠 因為他剩下幾個月就可以拿到學位了嘛 是 這個希望讓他能夠繼續享有這個公費 能夠鼓勵我們原住民的學生啊 他的一個特殊的一個環境 能夠讓他完成他的學業了 讓他能夠享有這個剩下 沒有幾個月的公費了嘛 他只剩下七個月的公費 我想我講這個學生啊 現在沒那麼多時間了啦 希望部長能夠 我想這個案例我了解 我們會特殊來處理啦 好不好 這個這個這個要拜託啦 這個這個學子的問題 求這個現在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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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請部長來幫忙一下 好 我們來處理 好 謝謝孔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請陳明文委員 質詢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不在 請王惠美委員 王惠美委員 王惠美委員 不在 請周承秀霞委員 周承秀霞委員 周承秀霞委員 不在 好 請 可拉斯 由他卡委員 發言 主席有請部長 好 請 吳部長 市委員好 部長好 您辛苦了 因為的確課綱喔 不是豪傑的議題 不過我相信既然您認真負責 最到最後一天 那我們當然也就盡心盡力的 要質詢到最後一刻喔 是 那我要先說我個人對您在學術界 以及在政大辦學的能力還有經驗 感到很敬佩喔 不過提到課綱還是有一些疑問喔 想要請您來示意 是 因為今天我看到教育部 針對民進黨團 還有陳廷菲委員 所提出有關高級中等教育法 第四十三條條文的修正草案的回覆喔 是 呃 我還感到滿驚豔的喔 因為 教育部非常扎實的 決斷的 毫不客氣的 一一的反駁 我也清楚的說明 認為民進黨團 跟陳委員提出有關課綱裡面 認為說應該要制定 納入非政府民間代表的聲音 而且要在行政院下設立 來成立專業中立客觀的 國家課程審議委員會 來審議課綱的 這樣的修法的建議 你們認為 不可行 沒有必要 不適宜 那麼其實也很好 行政機關呢 對於修法是有立場的 有見解 有想法的 有guts的 那其實我是很佩服的 不過我還是要再請問您一次喔 就您可不可以簡短來再告訴我 您的理由是什麼 我想那個就是 目前課綱的審議的專業機構 國教院已經承擔了 而且在整個107的課綱的審議過程中間 44課的審議都非常的專業在進行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現在唯一大家討論的是那個課審會的組成 那課審會的組成 當然因為有過去的經驗 確實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不過我相信在未來課審會的委員重組以後 它的名單是公佈的 它的開會過程是公開的 然後它的所有的組成是符合大家期待的 應該也不至於有任何的問題 在此時此刻去改變 這樣子的一個運作的模式 我們從行政立場來看是覺得是不必要的 不過因為剛才您多次回應多位委員 就是您假設學術是中立的 那您也假設說學術是純潔的 是 並且以學術之名強調說自己是專業的 不過關於這一點 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傲慢的態度 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其實沒有耶 其實我想學術中立是因為我們每一個課 每一個課程都有專家小組在進行 我們是希望這個專家小組 用他們的專業態度來處理 他們的專科的問題 那我請問部長 我不知道您剛剛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 因為您建議說新政府應該要去成立 真相和解調查委員會 來調查這黑箱課綱到底有多黑喔 不知道您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 不是 因為大家太關心了嘛 我說如果要調查 就從88年調查到現在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 對於柯剛的討論的過程 如果大家要討論這件事情 那不過呢 既然如此 你給了我一個靈感 我想要跟你來分享 2008年加拿大的總理 Steven Harper 他代表政府向加拿大的原住民族道歉 道歉的內容非常具體 我們來看 就是要為白人的殖民政權 從1840年到1996年的一百多年來 在加拿大全國設置技術學校 把原住民族的孩子強行從保留區帶走 送到技術學校裡面 這個Steven Harper 他代表政府為了這件事情而道歉 因為這是同化原住民族的學校 洗腦的學校 種族清洗的學校 那麼當1840年代 我們看下一張 開始出現第一個技術學校之後 我們就陸陸續續看到 政府逼原住民族的孩子剪掉頭髮 穿白人的衣服 說白人的語言 信白人的信仰 透過教育的手段告訴這批孩子說 你們的祖先是不文明的 不信基督教是會下地獄的 再看下一張 把原住民族的孩子徹底的洗腦 摧毀自己的認同 透過教育讓他們忘記自己是誰 透過教育讓他們否認自己的血統 透過蠶食精吞 學校透過溫水煮青蛙的方式 是要讓原住民族的下一代 來忘記自己是誰 再看下一張 有人勇敢的想要逃出來 想要抵抗這樣子的制度 就毆打施暴施以性虐待 教育者認為說孩子不懂 不知道說我們是為了他好 但是孩子竟然還抵抗 所以就抓回來修理 死了也不足惜 所以強硬的施以大人認為好的教育 高高在上的教育者就認為說 這是對孩子好的教育 從1840年代一直到1990年 最後一個技術學校 徹底關閉之前 至少保守估計 有15萬名的原住民的兒童 受到身心的傷害 而且他們的家人 他的父母也受到精神折磨跟零食 我們看到2008年加拿大政府總理 在國會裡面就代表政府跟原住民族道歉 因為長久以來粗暴不當不法的教育政策 總理是為了教育向原住民族道歉 不知道這個部長您記不記得 因為我知道2008年的這一年 您剛好還拿到科技管理獎 這個我印象中 您那個時候還是校長 不知道您對這個眾所矚目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大的新聞事件 您有沒有印象 抱歉我那時候沒有特別留意這件事情 好 加拿大在總理道歉之後 成立真相與和解調查委員會 就是您剛所講的 這個委員會成立之後陸續開始展開調查 陸續針對有關政府 到底要如何跟原住民族和解 如何提出具體的建議 例如在2014年真相和解委員會 就宣布在加拿大的Alberta省 從幼稚園到12年級的所有各級學校 都要教導這一段的歷史 那我現在要帶您看到的這個 就是加拿大面對黑暗的過去 那這一個真相和解調查委員會 不是由學術專業的人組成的 他們是由倖存者、法官、原住民族的代表 組成的真相和解委員會 並且他們使用curriculum這個字 也就是他要求Alberta還有全國各級學校 curriculum就是我們現在在台灣翻譯起來 叫做課綱 首先他這邊就講到 加拿大的真相和解調查委員會說 教育機關必須與技術學校的倖存者 原住民族人、教育單位 共同合作編定適合各級年齡的 課綱教導有關技術學校條約 與原住民族對加拿大在歷史 與當代所做出的貢獻 而且從幼稚園到12年級都要教 另外真相和解調查委員會也強調 課綱的異動 連異動都必須要跟原住民族的團體專家 其中要包括跟這個技術學校的倖存者 共同研議討論 而且還是說我們會把這些標準 納入平靜的標準 而且強調說合作是最核心的精神 這是絕對重要的 您有何評論 主席對不起 再給我一分鐘 非常謝謝委員所提供這些資訊 您所提的這些事情 其實目前在課綱的審議過程中間 其實都已經充分的在執行跟落實 我們的每一門課在制定完課綱以後 都經過完全的公聽的程序 然後聽所有人的意見 然後他再回到專家小組去做討論 並你剛才所提的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要請問您 其實我提這個例子 並不是說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其實加拿大的原民 對他們的政府還多所抨擊 多所抱怨 不過我要請問您的就是 何謂審定課綱的專業 何謂審定尊重原住民族 並具有原住民族史觀的學術專業 您可不可以在這裡清楚的定義 我想在課審會的組成的過程中間 本來就是一個多元的組成 它包括了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 跟這個各個學科的專業代表 其實也包含了原住民 像我們這次在歷史課綱的那個 專家小組裡面 我們就特別徵聘了一位歷史 原住民的這個專業的歷史教授 來參加那個委員會 那個委員會總共只有17個人 其中就有一位是 我們特別是用 他是因為做原住民歷史研究 非常深刻的一個教授 我們邀請他一起來參加 這是我們的基本的態度 這是基本的態度 對 那麼因為時間有限 我最後要講說 其實我應該稱你吳老師 其實在政大曾經旁聽過您的課 我對您非常敬備 然後熱心辦學 但是最後一點時間 可不可以請您發表您的感言 對於曾經作為兩年不到的教育部長 您認為這個國家的教育機關或單位 長久以來到底對原住民族公不公平 我想還有對原住民的公平這件事情 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那不過在過去兩年 我們也持續不斷的在這件事情上 希望能夠更加的著力 這是為什麼我星期一跟趙薇請假 其實我去屏東 看了三個都是原住民的小學 我們希望幫助他們發展出 屬於原住民的教材 發展出原住民的教育的模式 那我想這個其實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心願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努力 但是離我們的理想還有很大的鴻溝 我想那個確實有繼續努力的空間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趙薇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克拉斯委員 好 謝謝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不在 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 李彥秀委員不在 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不在 請賴世保委員 賴世保委員 不在 好 報告委員會 登記質詢之在場委員均已質詢完畢 陳廷菲委員 鄭立君委員 之書面質詢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好 關於今天的議程 我們等一下再休息半個小時 那一點的時候我們來進行 我們有幾個法律案的審查 臨時提案到最後來處理 最後處理 好不好 法案審查完 臨時提案 最後處理 然後我們現在休息到一點 我們一點準時來開會 是不是請工作人員準備協商的併桌 好 部長也辛苦了 好 如果可以的話再回來 好啦 沒關係啦 阿鈺姐 沒關係 沒有啦 沒有一小時 一點啦 半個小時 休息半個小時 我們一點準時 準時開會 好不好 如果部長如果下午不客 參與這個重要的審查法案的盛會 那至少 次長 好啦 他要去那裡啦 好 我們現在休息半個小時 一點 回來開會 without further ado conscience 還有數不集射 小心 really 耶穌不集射 想更多的了 喜歡嗎 いただ錦恆 好 關 Ki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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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